首先我一進去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袋子 oh no no so out so out 我就很失望地 我說我可以買東西的 突然之間 他就指著 廚窗最低的一個袋子 然後我就問他多少錢 是超便宜 真的一定要買 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ia 看到前面一些戰利餅就知道 我又有東西想開箱分享 話說近期是假期 很多人開關之後 都會有報復式的去旅行 我也是一樣 所以我兩個月 入面去了兩次日本 因為日本是我老公最喜歡的地方 假設是他的鄉下 他的空氣都會特別清新 第一次我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 去了富士山 去了東京 跟他們一起玩 動物園 第二次就是我們二人世界 由於第一次好像沒有去過 因為實在太累了 然後我們又覺得 完全沒有機會購物 因為適逢是聖誕節 你去到街的時候 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聖誕節我的建議是 千萬不要去旅行 都不會再做 這次去大阪 全部行程都是我老公編排的 都不是這次 每一個旅行都是去編排的 因為他有個名字叫做 少女風的 真的很像一個少女一樣 很喜歡美食 很喜歡吃好東西 又很喜歡行商店 又很喜歡購物 所以他每天都會開車 去不同的店舖找貨 他這次跟我找了H商店 他就說你進去看看吧 你去找一下吧 沒有所謂的 人家都不知你誰問一下 看看有沒有 然後就不停告我 而這些Dior Chanel 其實人們都會覺得很女生 但其實是我老公的戰利品 我都拿了他的戰利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一個男人 這麼喜歡購物 是很少有的 所以我決定了 今天就分享這條影片 給大家看我買了什麼 首先就開了這些 其實我是很少買這個品牌 但他的袋子絕對絕對絕對不會出現 因為我真的不一般 但這次我是因為我老公買了 然後我不吃虧 又買了一個 這次這個 我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因為他其實在大阪的一個商場 我忘了在哪裡 我先問我老公 全棟東西都是買Mens 最後他就在DiorMens買了袋子 原來那裡是很多 日本男生 真的很帥 高大 有很多仔細看 那裡 日本男生是背著這個袋子 不只是背囊 有些很雷性化的 他們都有在那個男性的商店 然後就買了這個袋子 這是暗花 其實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當銀包用 因為它裡面可以放卡 錢 但之前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光滑的 地 但我們覺得Dior這個品牌 就沒有那麼味道 然後他就選了這個 這裡可以放電話 尺寸又剛剛好 我看到男生是放在這裡的 斜背在這裡 然後它是有帶的 然後有一點暗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或者它拿著都可以用到 我就覺得很划算 還有哪個袋子是100元 然後 這麼划算 不如我也買回一個 我就買了一個 跟它是情侶款式的 其實它就覺得 你買來做什麼 你都不會用的 但其實不是的 我都會用的 這個是旅行 很好用的 因為旅行 我一定要背著一個袋子 其實是有放錢的 但我這個 就有女生款很多 但它也是男裝 就是這樣的 最經典的款式 這個當然是 它的英文字母牌子的花 周圍都是這個款式 但如果一個男裝 那裡看到這個袋子 我覺得很值得買 因為它男裝的價錢 是比較低一點 然後這個一模一樣 都是拉鍊機裡面 可以放卡 放錢 它也有一條帶 我今天已經很搭 看不見 是不是很搭 你也覺得很搭 接下來 我就是想給大家看看 這個黑色盒 其實我已經 很久沒有觸及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 因為很多時候看到那些款式 專門店是不會有的 第二就是 經常要排隊 我就覺得經常要排隊 那團火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你去這裡買東西 你可以預約的 而且經常都沒有貨 而且我覺得價錢貴了很多 然後我就打算去日本 是可以 就是有些特別的款式 或者是找不到的款式 也可以買 然後 你是不是以為 我說那麼久是我的 不是 都是我老公 是我老公 我老公 是的 其實男人買Chanel 除了是買給老婆 或者女朋友之外 我真的很少見男人 會喜歡Chanel 然後他 就買了回來 然後我是買不到任何東西 而且這個鞋子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啊 首先 鏡皮 還有金色 其實你很少會看到有金色的鞋子 好像很土豪 但它又不是全對金色 然後當然有它最漂亮的 一個Local的字在這裡 黑色襯白色 還有鏡皮 超漂亮 然後後面這裡都是鏡皮 超級漂亮 而且你知道它又不是特別高 有一點內肘 而且你穿到上腳 我想說是很slim的 好修腳 這個款式我超級喜歡 然後它自己穿上腳之後 它已經是一致藍毛 自從生了小朋友之後 我就已經沒有穿高跟鞋 會買球鞋或者涼鞋 因為涼鞋很快會爛 所以我就會買球鞋 可以耐穿一點 它每一季都有不同款 所以我是很喜歡它的球鞋 我自己都有幾雙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啊 我覺得 好了 接著就到我最喜歡的 是橙色合體 現在就開一開 第一天去一間專門店 就是買到這雙鞋 第二天去第二間就是買這雙鞋 第三天去第三間就是買了這雙袋 所以很多人問我 你是否在同一間送配貨才能買到 那我會回答你 不是 從來都沒有這回事 真的走進去買一雙鞋 看到有馬有款 然後走進去買一雙鞋 有款有馬 然後走進去問它有沒有袋 直接問 我要給你看一下這個鞋 我想說這雙鞋真的很漂亮 對呀 但這雙鞋 其實我是有它的 有一個扣的 沒有後面的 已經有一雙鞋 但它竟然有拼色 沒有特別的顏色 我真的在香港沒見過 就是它這樣拼 卡其色和橫色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還沒剪過字 但它的扣是銀色 反而金色扣是不漂亮的 但我不見到金色扣 我幻想是不漂亮的 立刻問它有沒有馬 竟然它有 立刻買了 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這樣 我買了這雙超級漂亮的鞋 為夏天作準備 這雙鞋其實大家都應該會見過很多次 我在香港都有見過 只不過是見過幾次都沒有馬 有一個藍裝的 這次是因為有馬 所以它不算是很特別的款式 它是有低筒和高筒的 我在我的社交網站上都問了 究竟買低筒還是高筒 其實九成人都叫我買低筒 但我老公很少高筒 它就是高筒和前很多 但其實我想想回來我也有點後悔 我覺得可能低筒比較適合 後面因為你起腳走 肘這裡是有點黏的 可能就要放一個加高鞋墊 或者是密要厚一點 它也是Kelly扣 我最喜歡的這個扣 很漂亮 很漂亮 這扣是金色的 有銀色、玫瑰金和金色的扣 其實它是很普通的 只不過是一雙白色的鞋 然後加上一雙鞋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它有一件事 就是本身給我顯示 然後我發現 它這雙皮整天 你走的時候 你一動 它這雙皮就會 叫做折痕 然後那雙顯示有很多折痕 然後死都只剩下一雙 然後我最後就 算了我不要了 那我就很失望 然後他突然拍我肩膀 我就說我幫它檢查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搞了很久 然後找到一雙全身的出來 那我就買了 但是我發現這雙全身 這些皮都是它的弊病 這雙鞋應該很快打柴 但是也買了 很漂亮 然後就要說 大家都很想知道 因為當我在我的IG Post了這個箱子之後 每個人都以為我買到包包 很多朋友都問 你買到哪一款 我說是鞋 然後他們就說 哦 沒有人想知道你買麥克風 OK 到了第三天 臨手之前 我真的讓我買到一個包包 我想說我收到 超過30個訊息 究竟你配了多少東西 究竟你買了什麼款式 為什麼會給你包包 為什麼 在哪一間 你怎麼問它 那我就一一在這裡解答大家 首先我是一進去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包包 oh no no so out so out 我就很失望地 我說我可以買東西的 可不可以給我包包 突然之間 他就指著 廚窗最低的一個包包 是沒有一個 DEPLAY ONLY的牌 然後就說 就是 然後我就看了一眼 我是沒有那個包包 也從來沒有買過那個款式 然後就說OK 那我就買了 然後我再問他多少錢 是超便宜 真的一定要買 好了我現在開了 登登 不是那麼漂亮 你問我呢 我覺得 真的又不是特別漂亮 純粹是有得買我就買 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 它這個是限量版 因為本身 它的HERBEC 全部都是正式的 其實它的價位是很便宜的 算了 退稅是港幣27,000多元 是不是超便宜 27,000多元 它還有一條長帶 它可以上薄的 你看看 那這次它就出了這個 珠備 我們叫它珠備 圖案 它是分別有黑色 然後這個圖案是深藍色的 或者是啡色 啡色的 好了 接著我可以打開 原來它後面 還有一個袋在裡面 袋中袋 即是有一個袋 用來給你 擺錢 即是可能擺一下 passport 剛剛原來 已經有兩個袋 是不是整件事都抵抗了 其實都很好搭的 你穿深色衣服的時候 一點點大個 又不是真的很大 然後後面這裡 也有一個拉鍊 有一個暗格的 其實這個是實用型的袋 我覺得這個貨品也不錯 什麼都有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看到有不同的商店 有什麼特別的款式 你也可以發送給我 或者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或者你想知道我每件貨品 是在哪間店鋪 哪個地址 我到時都可以發送一個訊息 告訴你 給你一個資訊 去碰下運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你就可以CLSS了 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拜拜